今天是清明年假的首日工局 預估的車潮會是124百萬車公里 主要會以南向車潮為主 以今天的為例 北部地區國五的話 會從清晨開始有陸續車潮湧見 一直持續到下午的4點左右 才會陸續疏解 在國一的話 陽梅新竹路段是從清晨5、6點 會開始有車潮 到下午3點後會陸續疏解 國三土城關西路段 則是清晨5、6點車潮 中午之後就會有比較好緩和的情形 在中部地區部分 國一南向的彰化系統 是清晨7、8點會有車潮 一直持續到下午3點 另外在國三草屯快灣的路段 也是從7、8點車潮 到中午之後就會出現的疏解 小朋友第一次坐船嗎 對 對 會不會陰 對 他會陰 他會陰 唷 會不會陰 我可以用香蕉蜡